好,那我们来很快的概述一下 这个学期你预期可以学到什么样的东西 好,那这边呢,是课程网页的连结 那本课程呢,总共有15讲 那课程的录影目前都已经放在课程网页上了 所以你现在就可以开始学习 你完全可以花一个周末 把所有的课程从头到尾 一口气通通看完 所以你可以每一周按部就班学习 你也完全可以用一周的时间 把所有的内容通通学完 那up to you,你可以自己决定 你要用什么的步,什么样的步调 来学习机器学习 好,那每一讲呢,都有一个对应的作业 作业的内容之后呢,会在上课的时间公告 那就像我刚才说的 如果你没有办法来教室 你没有办法听直播,完全没有关系 因为作业的讲解也通通会录影 好,那上课时间会做什么呢 那你说既然录影都已经有了 上课会讲,除了讲这个助教的作业 除了请助教来讲作业以外 还会做什么事情呢 今年上课呢,会再讲一些新的内容 但是新的内容是跟作业没有关系的 那你自己决定要不要来听 其实根据我过去的经验 这个新的内容跟作业完全无关的 这个200人的课堂 最后有来5个人 我就已经透笑了 好,那我们就开始来讲一下 这门课你预期会学到什么 这门课既然叫做机器学习 那么就预期学到什么是机器学习 但什么是机器学习呢 你在报章杂志上可能会听到很多对AI的吹捧 你已经知道说机器学习跟AI是息息相关的一个技术 但具体而言机器学习是什么呢 具体而言机器学习其实就是叫机器帮我们找一个函数 函数这个是一个你国高中的时候就有的概念 而机器学习做的事情其实就是找一个函数 我知道你在坊间在各种科普的文章 可能可以找到各式各样拟人化的讲法 告诉你说机器学习就是机器在模仿人类 然后三号他就知道怎么学习了 然后你根本不知道科普文章在讲什么 但实际上机器学习就是找一个函数 举例来说假设你要叫机器做语音辨识 今天的几乎每一只手机都有语音辨识的功能 你对手机讲一句话 它可以把你说的声音讯号转成文字 那手机是怎么做到语音辨识的呢 它就是手机里面有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在投影片上我们用小F来表示 这个函数的输入网是一段声音讯号 输出就是这段声音讯号对应的文字 那这个函数显然非常非常的复杂 你可以想见把声音讯号转换成文字 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工程 这个函数显然非常的复杂 那不是人类可以写出来的函数 所以怎么办 我们期待透过机器的力量 把这个函数找出来 这个就是机器学习 那同样的如果你要做影像辨识 那影像辨识今天对大家来说 也不是什么太新鲜的技术 当你把一张照片上传到Facebook的时候 Facebook会自动tag你的朋友 这就是影像辨识的一个例子 那机器怎么做影像辨识呢 一样找出一个函数 函数的输入是一张图片 输出是你要的结果 比如说图片里面有什么样的东西 这就是影像辨识 就算是大家都知道AlphaGo 其实也就是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输入是棋盘上黑子跟白子的位置 输出是下一步应该落子的位置 所以机器学习就是帮我们找一个人类写不出来的复杂函式 好的在这门课里面 我们其实只会特别着重在机器学习里面的某一个关键技术 叫做深度学习 当我们说深度学习的时候 我们的意思是说 我们的函式 我们说机器学习就是找一个函式 而这个函式是用一个类神经网络 整个类神经网络 一听就觉得是一个很潮的东西 但是你很快就会知道说 说什么类神经网络就是模拟大脑的神经 然后怎样怎样 然后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就会学习 那完全就是一片片麻瓜的讲法 好 那我反正在这门课里面 我们的函式就是一个类神经网络 那它可以有各式各样的输出 举例来说 它可以有各式各样的输入 举例来说 它的输入可以是一个向量 或者是它的输入可以是一个矩阵 什么时候我们会希望韩式的输入是矩阵呢 举例来说你在做影像辨识的时候 往往一张图片就是用一个矩阵来标识它 或者是这个韩式的输入也可以是一个序列 举例来说 如果你要做语音辨识 你要做翻译 你的韩式的输入是一段声音讯号 一句话或者是一段文字 这个时候你的输入其实就是一个序列 那也有各式各样的输出 你的输出可以是一个数值 输出是一个数值的任务啊 叫做regression 你的输出可以是一个类别 所谓输出是类别的意思就是说 你提供给机器几个选项 叫它选择其中一个 那这样子的任务叫做分类 那还有其他更复杂的输出 比如说你可以叫机器写一段话 写一篇文章 或甚至叫机器画图 那这些各种各样的输入跟输出 我们在这一堂课都会很快的 在其中之前就交给你 告诉你说 怎么用内神经网路来制造这些韩式 让它可以做各式各样的输入和输出 举例来说 在第一个作业 我们做的是有关COVID-19的确诊率的预测 那我们的韩式的输入就是一个向量 输出就是一个数值 那你很快就会看到这件事情是怎么达成的 好 那在第二个作业呢 我们会做phoneing的classification 那你不知道phoneing的classification是什么也没有关系 它其实是一个语音辨识的简化版 那在这个任务里面我们的输入是一个向量 我们的输出是一个类别 好 在第三讲对的作业里面 我们要做影像辨识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输入就是一个向量 也就是一张图片 我们的输出是这个图片所对应的类别 在第四讲的作业里面 我们会做语者辨认 也就是让机器听一段声音 它判断说这段声音是谁讲的 这个时候它的输入是序列 它的输出是类别 那在第五讲的作业里面 我们会做机器翻译 让机器比如说读一段中文 把它翻译成英文 这个时候你的输入是一个句子 你的输出也是一个句子 你的输入是一个序列 你的输出是另一个序列 我们会来看看机器怎么做这一种 把一个序列转成另外一个序列的问题 那在第六讲里面 我们会做动漫人物人脸的生成 那这个时候你会学到机器怎么画一张图 这个是我们前六讲所对应的作业 那再来我们要问机器是怎么找出这些function的呢 我们说机器学习它就是自动找一个函数 但是自动找一个函数这件事情是怎么做的呢 在第一讲到第五讲 我们用的方法叫做supervised learning 那supervised learning是怎么做的呢 简单来说假设你今天想要做一个宝可梦跟数码宝贝的分类器 就是你想训练你的机器 看到一只动物 然后它就告诉你说 这只动物是宝可梦还是数码宝贝 知道数码宝贝的同学举手一下好吗 好 蛮多人知道的 好 手放下 那我就不需要解释数码宝贝是什么 它就是另外一种跟宝可梦很像的生物了 好 那你要叫机器学习怎么看到一只动物 判断它是宝可梦还是数码宝贝 那在supervised learning这样子的学习情境下 我们是怎么做的呢 在supervised learning里面呢 我们的做法会是 你要收集一大堆的训练资料 什么样的训练资料呢 你就去路上抓很多的动物 然后每抓来一只 你就给它做一个标记 标记说这只动物 它是宝可梦还是数码宝贝 好 那这边呢 假设你就抓了四只动物 那第一只动物 这个看起来笑得非常的猥琐的 它是什么呢 它是小火龙 所以它是宝可梦 第二只 它看起来是个麻雀 但它不是普通的麻雀 它是一只波波 它也是宝可梦 好 第三只 它不是暴龙 它是雅骨兽 知道吗 它是雅骨兽 它是一个宝可梦 不是 说错了 说错了 你看这个宝可梦是数码宝贝 真的很容易弄错 它是一个数码宝贝 好 那最右边这一只呢 这一只我也不认识 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但它的手变成一个刀 我们叫它手刀乌龟吧 手刀乌龟它是数码宝贝 好 那接下来呢 你有了这一些标注之后 这些标注我们叫做label 你有这些label以后 你就可以叫机器自动找出一个function 这个function的输入 是一只动物 输出就告诉你是宝可梦 还是数码宝贝 那这是在第一到第五个作业 我们会做的事情 好 但是光是有supervised learning 是不够的 supervised learning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你要做标记 它显然是一个非常耗费人工的事情 所以你可能收集到的标记资料 往往不会太多 而且如果我们要为每一个任务 都收集足够的标记资料 这不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吗 因为除了宝可梦跟数码宝贝的分类以外 你可能还想要做其他种类东西的分类 你想要分猫跟狗 你想要分脚踏车跟汽车 你想要分苹果跟橘子 但是你每一个任务 都要收集大量的有标注的资料 这显然是非常花时间的一件事情 所以怎么办呢 有一个新的概念 叫做self-supervised learning 在self-supervised learning里面 我们期待模型做到的事情是 在训练之前 先练成一些基本功 这个练基本功的过程 就叫做pre-trend 顾名思义就是在训练之前做的事情 所以叫做pre-trend 这就是吹那个葫芦不是吗 就你要把一个葫芦吹爆这样 你要把一个葫芦吹爆 然后这样可以练肺活量 然后你就可以把各种呼吸通通练起来 所以今天self-supervised learning 这个pre-trend 做的事情 就是吹葫芦那一个动作 让机器先去学 把基本功学起来 希望在其他的任务上就可以很快的学会 那这个基本功要怎么练成呢 就影像辨识而言 今天在练基本功的时候 不需要任何的标注 只需要网路上爬一大堆的影像的资料 机器就会自动学会 我们要它学习的基本能力 那透过这些大量没有标注的资料 机器会怎么学习呢 我们今天先不讲它的细节 它举例来说 你可能做的事情就是 把一张图片左右反转 问机器说 他们是不是一样 或把图片变色 问机器说 他们是不是一样 叫机器去透过这些 完全没有标注的资料 学一些基本的任务 神奇的就是 当他学会这些基本任务以后 你有一些真正想要他解的问题 比如说分类宝可梦荤 数码宝贝 或分类苹果跟橘子 那这些我们真正要机器解的问题 叫做Donstream的任务 叫做下游任务 当机器在这些没有标注的资料上面 它学会分辨 左右反转的照片是同一张 学会分辨 两张不同颜色的图片 其实对于里面的物件是同一个的时候 当他学会这些非常基本的事情的时候 神奇的事情是 它就可以在我们真正关心的下游任务上面 得到好的结果 这个就是Sail Supervised Learning的概念 那是这个学期 我们在上课的时间 会花比较多的时间 跟大家分享的新的技术 如果要做一个比方 我觉得这个Pretraining跟Donstream Task 它们之间的关系 就是今天作业系统跟应用之间的关系 大家都知道说 今天你想要自己在手机上 自己开发一个应用程式 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往往单一个工程师 就可以为手机增添新的功能 为什么今天帮手机增添新的功能这么方便呢 因为真正复杂的事情都已经被Android或者是IOS做掉了 所以你今天在开发一个新的应用的时候 你不需要从头开发起 你并不需要去管你的应用如何跟硬体沟通 因为这些工作都已经被作业系统做掉了 所以你可以快速地开发新的应用 而在Sail Supervised Learning里面 Pretraining和Donstream的关系也是一样 你有一个好的Pretraining model 就像有一个好的作业系统 它把困难的事情做掉 当你要开发新的任务的时候 会变得非常简单 很多人又把Pretraining的模型 今天又叫做Foundation Model 又叫做基础的模型 因为我刚才有说它就是基本工 所以我们叫它基础 给它一个很潮的名字 叫做Foundation Model 在Foundation Model里面最知名的 就是一个叫做Bert的模型 BRT Bert就是黄色的尖头 它是一个芝麻街的人物 它长得是这个样子 所以每次一提到Bert的时候 你一定要放芝麻街的人物 代表你要讲Bert这个东西了 Bert在大家的印象里面 它就是一个硕大无棚的怪物 就好像是超巨大巨人一样 一脚可以踢破玛利亚之墙的那一种 为什么大家会有这个印象 因为Bert有340个million的参数 虽然340个million听起来很惊人 但是其实今天看来 它也只是一个没有非常大的模型而已 比它大的模型比比皆是 而且我发现Bert跟晋吉的巨人 是真的有非常强的关联的 你知道什么吗 好 以下有巨人雷了 他不想听的就把耳朵捂起来 把眼睛闭起来 好 这个关联是什么呢 好 以下我要爆雷了 好 大家都知道说 这个巨人它背后是由人操控的 对不对 其实巨人他们本来也是跟我们一样的人类 那你知道最大的那个超巨大巨人 是谁操控的吗 是贝尔托特 对不对 他们名字里面有Bert 我跟你讲 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巧合 对 就是这样子 我知道有人可能会想说 这个应该是先有晋吉的巨人 才有Bert这个模型 这个时间顺序上感觉有点奇怪 我就告诉你了 那个作者用晋吉巨人之力 他可以看到未来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他就把超巨大巨人的使用者 命名为贝尔托特 就是这样 但是如同我刚才讲的 Bert今天已经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巨大模型 这个时间点就好像是有人发动了地鸣一样 有超多超巨大的巨人从地底涌出 他们是我们在这本课里面 很快就会看到的非常重要的模型 好 第六讲我们会讲 Generated Adversible Network Generated Adversible Network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的应用 就是刚才在讲Supervised Learning的时候 我们说假设你要让机器输入X输出Y 你要产生大量成对的资料 你需要告诉机器说 我如果输入X1 我希望它输出什么样的Y1 我输入X2 我希望它输出什么样的Y2 收集到够多的资料 机器才有办法做Supervised Learning 但是如果你有Generated Adversible Network这样的技术 你有这样子的技术的话 你可以做到什么事情呢 你只需要收集到大量的X跟收集到大量的Y 你不需要它们之间成对的关系 机器就有办法自动把它们之间的关联找出来 这个技术听起来非常的神奇 但是今天已经不是完全不可能做到 举例来说 假设你要做语音辨识 一般对语音辨识的想象就是 你要收集一大段声音讯号 然后这些声音讯号 你需要找工读生标出它对应的文字 你就可以让机器学会 怎么把一段声音转成一段文字 怎么做语音辨识这件事 但是当有了generated Adversible Network这个技术以后 今天有可能做到 只让机器听大量的声音讯号 接下来读大量的文字 这些声音讯号和文字 不需要是同样的来源 不需要讲它的内容 机器也有办法自动学会 做语音辨识这件事情 假设你对这个技术有兴趣的话 目前做的最好的结果 是来自Facebook的一篇paper 我把它的连结放在这个地方 其实台大语音处理实验室 是最早开发出类似技术的团队 我们把最早的文章放在这里 在刚开始的时候 你知道这个18年的时候 刚开始开发这样技术的时候 那时候错误率都比正确率高 但是我们已经觉得非常兴奋了 今天用Facebook的资源 他们甚至可以在某些情况下 让unsupervised的结果 比supervised还要稍微好一点 你可以看他们的文章这个结果 非常的惊人 好 除了supervised learning以外 我们还会讲reinforcement learning 什么时候我们会用到reinforcement learning呢 你会用到reinforcement learning 最常见的状况是 你不知道你要怎么标注资料的时候 举例来说 假设你想要叫机器学会下围棋 理论上你只要叫机器说 看到这样的磐式 你就落在什么样的位置 你就可以叫机器 用supervised learning的方法 叫机器下围棋 但问题是人类自己也不知道说 看到某个磐式到底接下来应该要下在哪一首 才是最好的人类也不知道最好的那一首 应该要落在哪里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你就需要用到reinforcement learning的技术 所以当你今天你不知道怎么标注资料 但是你可以判断好坏的时候 在围棋里面下赢就是好 下输就是不好 你不知道怎么标注资料 但是你可以定义什么叫做成功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到reinforcement learning的技术 好 那这门课我们还会讲一些进阶的课题 也就是说我们在做机器学习的时候 我们不只是追求正确率 我们还有其他我们要关注的事情 还有什么我们要关注的事情呢 第一个我们叫做anomaly的detection 就是异常检测 什么意思呢 假设你今天真的成功训练起来一个 宝可梦跟数码宝贝的分类器 他真的可以看到一个 这个是小火龙 他就说他是宝可梦 他看到这一只牙骨兽 他就说他是数码宝贝 但是今天如果有人给他一只真正的暴龙 他会说他看到什么呢 他在训练的过程中 只有看过宝可梦跟数码宝贝 那我们要他硬是回答这个暴龙 一定是宝可梦跟数码宝贝的其中一个 还是他可以说这个东西 我觉得他是奇怪的东西 我要回答我不知道 所以异常检测就是让机器能够具备回答 我不知道的成立 我们会在第八讲提到异常检测 那在第九讲我们会讲explainable的AI 那什么是explainable的AI呢 今天假设你真的做出了一个分类器 他看到这个杰尼龟知道他是宝可梦 真的代表他很聪明吗 真的代表他知道宝可梦长什么样子吗 未必 未必 我们要让他不只是回答正确的答案 同时他还要告诉我们 为什么他知道答案应该是这样 这个就是explainableAI 可解释性AI 那为什么可解释性AI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呢 以下我举一个真正的例子 你知道宝可梦跟数码宝贝的分类 并不是一个随便乱举的例子 我是真的有做过宝可梦跟数码宝贝的分类了 真心不骗 这样真心不骗 我本来以为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 但是我随便兜了一个很简单的内神经网络 实际上它是什么不重要 很快你就会学到 随便兜了一个内神经网络 一坐下去 在从来没有看过的资料上面 在新的宝可梦跟数码宝贝上面 正确率达到98.4% 不得了伪摘机器学习 这也是很合理的 你知道机器现在就很厉害 机器今天没有打败人类 你都不好意思出门 你知道吗 今天就是机器学习 又战胜人类的另外一个例子 继阿发购之后 机器判断宝可梦跟数码宝贝的能力 其实也是超越人类的 我就很好奇 为什么机器可以做到 分辨宝可梦跟数码宝贝 我决定做一下更详细的检测 所以我就用Explainable AI的技术 让机器告诉我们 他怎么知道一张图片 是宝可梦还是数码宝贝的 像Explainable AI这种技术 有很多不同的变形 我这边使用的这个技术 可以告诉我们说 给他一张图片 他觉得这张图片里面 哪些地方是重要的 举例来说 我给我的模型这些数码宝贝 他会把他觉得是重要的地方 放一些亮亮的颜色 代表他觉得这些地方是重要的 然后觉得有点奇怪 看起来重要的地方 是分布在图片的四个角 不知道怎么回事 接下来我又让他看了很多宝可梦 为什么今天机器觉得重要的地方 都跟宝可梦的本体没有关联呢 后来我发现 因为所有的宝可梦都是PMG党 所有数码宝贝都是JPEG党 把PMG党读件 背景是黑的了 所以机器其实什么都没有学到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 你以后看到有人说什么 这个机器比人厉害 小心搞不好是什么奇怪的骗局 这个故事 我其实在2020年就讲过了 所以很多同学都听过这个故事 但是这个学期我要告诉你说 当我把这个box fix以后 当我把所有的图片都弄成PMG党以后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好 那大家就期待之后的课程 好 那除了这个Explainable AI以外 第十课我们要讲这个模型的攻击 什么叫模型的攻击呢 今天虽然号称影像辨识系统有多厉害 什么可以跟人类相匹敌 但是它真的有那么厉害吗 你可以在网路上随便找一个很厉害的 可以做影像辨识的模型 把一张猫的图片丢给它 它可能会给你这样子的答案 举例来说 我用了一个50层的Network 给它一张图片以后 它告诉我说这是一个tiger cat 它不只会告诉你是哪一只猫 它还哪一家不只告诉你它是一只猫 它还告诉你猫的品种 但是奇怪的地方是当我在这个图片里面加入了一个小小的杂讯 你可能问说杂讯在哪里 那杂讯太小了 小到人的肉眼都没有办法看到 奇怪的是这张图片就被辨识成海星 而且下面这个分数是什么 下面这个是信心分数 本来机器还没有特别确定它是一只猫 它现在百分之百肯定 这个就是一个海星 那为了要证明说这两张图片真的是有一点不同的 我不是把同一张图片复制两次来骗你 所以我们把这两张图片做一个相减 但光相减不够 因为杂讯实在太小了 光相减你是看不出东西来的 所以怎么办 相减以后乘上50倍 看到说杂讯长的是这个样子 这个杂讯看起来跟海星不太有关系 但神奇的事情是把这个杂讯加到图片里面 机器就会辨识错误 这个就是人类对魔形的攻击 那在这一堂课里面 在这门课里面 我们会看看有什么样攻击的技术 还有防御的可能性 好那在第11讲 我们会讲Domain Adaptation Domain Adaptation什么意思呢 Domain Adaptation的意思是说 一般我们在做机器学习的时候 我们往往假设训练资料跟测试资料 它们的分布是类似的 举例来说 你的老板叫你做了一个手写数字辨识的模型 他可以看到一张图片 辨识图片中有什么样的数字 那你心里往往预期的事情是 今天你的客户在上传图片的时候 叫你帮他做手写数字辨识的时候 那要辨识的图片 应该长得跟训练的资料 有非常类似 它们有同样的分布 那确实 假设今天训练资料跟测试资料的分布 非常类似 在这个资料集上 那以下数据是取自右下角这篇文献 你可以得到99.5%的正确率 非常正确率 非常的高 但是你真的觉得你的客户就会丢一个分布很像的图片吗 他可能会丢这样子的图片 他可能会丢彩色的数字 那你的老板会觉得说 这个黑白的数字可以辨识 彩色的数字不会不能辨识吧 但神奇的地方是 当你今天就算是手写数字辨识这么简单的问题 如果我们的训练资料是黑白的 但测试资料是彩色的 这个时候机器的正确率会突然暴跌 在文件上它会跌到57.5%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第11讲要探讨的技术 那第13讲我们要讲模型的压缩 我们刚才已经有看到说 BERT是一个硕大无棚的模型 像这样巨大的模型 你可能很难把它跑在HDMI上 当你的运算资源有限的时候 你可能很难去跑这些巨大的模型 那怎么办呢 有很多的技术可以把这些模型变小 让他们可以跑在比如说手机上 跑在智能手表上或跑在roll上面 那至于这怎么做 我们会在第13课的时候讲到 那第14课呢 我们要讲lifelong learning 什么是lifelong learning呢 lifelong learning其实就是大家对于人工智慧 长久的一个想象 往往在科幻小说里面都会告诉我们说 今天有一个机器 你先教他一个什么东西 他就学会了 那你再多教他一点东西 他就变得更厉害了 你再多教他一点东西 他就变得越来越厉害 他活个上千年上万年 把所有的技术都学会以后 他就变成天王就可以统治人类 但是做到第14课的时候 你就会开始怀疑 为什么做了这么多作业 天王都还没有出现呢 那在第14课接近课程尾声的时候 会告诉你 想要做一个天王 到底有什么样的挑战 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让机器 不断的学习新的技术 好那在第15课 我们要进入一个全新的环节 我们不只做的是机器学习 我们要叫机器学习如何学习 而学习如何学习这个技术呢 就叫做meta learning 好那这个meta learning 它实际上是什么样运作的呢 过去啊在第14课之前 在第14讲之前呢 我们都是人呢 去设计了一个学习的演算法 让机器具备分类的能力 好但是在第15课 在讲meta learning的时候 我们让机器从大量的任务里面 自己发明新的演算法 也就是机器不再使用 人所发明的演算法 他从过去的学习经验里面 发明出新的演算法 希望他可以把 他希望他可以变得更厉害 那其实meta learning呢 跟一个叫future learning的技术 是非常有关系的 那future learning 这个future的意思就是 用非常少量的标注资料 就进行学习 那很多人呢 甚至会把meta learning 跟future learning 画上等号 为什么人们往往把它画上等号呢 因为今天往往你想要做到future learning 你会需要用到meta learning的技术 也就是凭着人所设计的演算法 没有厉害到让机器可以看一两个example 就学会某个任务 我们需要让机器自己发明新的演算法 他才有办法透过少量的资料进行学习 那这个是meta learning 跟future learning之间的关系 那以上呢 就是很快的带大家看过这门课 会告诉大家的事情 然后希望大家这学期都可以收获满满